我们还有一个队员可能要三五天之后才能到位 目前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 你的心中满身上 来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 不好听 这个节目有问题了 这不是瞎扯 老师们对我们的评价不是很好 可能我们这个歌整个方案就要全部 全部pass掉 组员一直不是很完整的状态 排练的时间已经比别人少了一半 哎呀兄弟你可来了 哈哈哈哈 在每一个梦情时分 有些事情 在每一个梦情时分 有些 哎你又错了 但是今天排练了以后 我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失望 因为我来的比他们三个人晚 而且我们这首歌的当中最精彩的部分 他们又让给了我来演唱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压力非常大 许鹤斌的珊珊来迟 让其他人倍感焦虑 几位大书级学员是否能扭转乾坤呢 郭导演 老实带来了 大家好 我们是百岁腊肉 打败九零后秒杀小鲜肉 请准备 请准备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情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充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心急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时 因为爱情总是难受的恨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情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唱的真好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疑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我其实从你们一走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那么感冒对你们 我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一个怪怪的组合 可是当你们第一句声音一出来之后 我就只剩下哇哦 然后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 就是在我心里 我希望你们四个都过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你们还没有开始唱四个站在一起的时候 已经非常像一个团体 我不知道怎么一个一个评 因为我沉醉在你们的音乐里面了 真好听 就说一句 组合我听了那么多 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真正有和声的组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稍等 好 我刚刚说完我心里希望你们四个都过 他们就给了我这样残忍的一个任务 你说这我怎么是好呢 我先讲一下我们评委组的一个理由 因为如果是以一个组合来讲 你们一定是今天最好的 可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很残忍的问题 就是说接下来你们还是回归到个人 个人个人个人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面与四个很相似的选手 所以说行为组们 我们最终商量了之后是 有两位是暂时安全的 然后有两位非常遗憾 可能今天就到这里 可能今天就到这里 第一位 第一位 告别这个舞台是 彭博 第二位 第二位 告别这个舞台是 李传岩 然后恭喜另外两位 暂时安全 我们这首歌也能唱那么多年的歌 我们制作也能唱那么多年的歌 主要是为了去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 而这样的快乐 不会因为这样一次比赛而停止 而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份快乐继续下去 感谢观看